42岁赵薇与42岁林欣如,同样穿西装搭配皮裤。看到下半身后,网友紧吐槽,差别也太大了吧。 42岁赵薇与42岁林欣如,同样穿西装搭配皮裤。看到下半身后,网友紧吐槽,差别也太大了吧。 40多岁的人穿什么样的服装出席活动或者重要场合呢?想要既能显示自己的气质和气场,又要穿得得体大方。 看看42岁赵薇与42岁林欣如,出席活动的时候都是穿着西装搭配皮裤呢,一点也不会掩盖自己的光芒。 这两个大美女都是大家喜欢的女星了,而且曾经的环珠哥哥和秦深深与萌萌伴随了几代人的记忆。 3月18日,赵薇现身香港,出席了香港电影导演会周年晚宴纪年度颁奖典礼,当天的她就是这样搭配的呢。 女人过了30岁之后就会慢慢衰老或者身材发浮,而赵薇又是属于这种微胖型的身材,自然看起来骨架就偏大了,只见她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打底,外面穿着一件黑色的中袖西装,披着波浪卷长发,满满的成熟稳重感, 近显淑女七七。 下身穿着黑色的修身皮裤搭配后底修尖鞋,气场和气质都还挺足的。 搭配一款酒红色的包包,给整个造型增添了一抹亮色,披着卷发,露出一对大圈耳环,对于赵薇来说,修饰得特别好,加上那一双熊熊又什么大眼睛,特别迷人。 在赵薇这个年龄和以她这样的身材,出席活动这样搭配,优雅大仿,美得正好。 穿着西装和皮裤,也不会显得很臃肿。 而另一位女神林心如,同样也是42岁,但是相较于赵薇来说,身材还是挺占优势的。 很多网友对比了赵薇和林心如的造型之后,表示,差别有点大。 我们来看看林心如是怎么搭配的吧。 林心如和赵薇的身材不同,她偏瘦,而且长得比较甜美,出席活动的时候穿着一条黑色的皮裤,显得腿又长,又直,又细。 而上身穿着一件黑色的衬衫打底,上面还有好多规则的小星星垫缀,不至于让造型太过单调。 林心如将丝龙西装是披在肩上的,并没有穿在身上,拍照的时候凹造型也会显得十分优雅,而且还有一点点酷帅的气质。 手中拿着黑色的小包,可以说整个造型都是一身黑色的,显得特别有气质,而且还比较健灵。 看了42岁的赵薇与42岁的林心如出席活动造型,即使是年龄相同,穿搭相似,都是西装搭配皮裤,但是挑选的款式不一样。 个人风格,身材比例不一样,穿出来的视觉效果还是有点差别的,那么,你们喜欢哪种风格?